1629年1月17日,大清的创始人,清太宗黄太极的第五子树在出生,她的生母就是黄太极的侧妃耶赫纳拉氏。 耶赫纳拉氏可以说是黄太极后宫中比较传奇的女子,她来自于耶赫部落, 她的父亲是耶赫部首领阿奈布,与黄太极的母亲孟谷哲哲,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皇后,是唐家帝关系, 所以说,这耶赫纳拉氏还是黄太极的一位表妹。 虽然黄太极与耶赫纳拉氏有血缘关系,但耶赫部最终被努尔哈赤索灭。 当时的耶赫纳拉氏早已嫁为人妇,还生了两个儿子。 耶赫纳拉氏的丈夫被杀,作为战利品的耶赫纳拉氏,被表哥黄太极收入囊中,不久,儿子树塞出生了。 此时的黄太极已继承了韩位,更需要通过与强大的蒙古部落的联姻来巩固权力。 随后,在黄太极称帝前的几年时间里,对后宫进行了大洗牌,休息了曾经宠爱有家, 刚脸黄太极诞下第九年的东宫伏进扎鲁特氏。 扎鲁特氏当时的地位,也自于中宫伏进博尔基吉特氏哲哲, 黄太极把东宫尊贵的位置留给了同样来自科尔齐草原的博尔基吉特氏海兰珠。 叶赫纳拉氏和扎鲁特氏一样,没有强大家族坐靠山,只能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1636年,黄太极正式称帝国号大清,并且大封后宫武妃,史称宏德武妃。 此时的侧妃叶赫纳拉氏,以化作一缕青烟。 他一生坎坷,却生下了大清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他的儿子朔赛在清军入关的时候战功卓著, 所以,被顺治帝封为和朔承则亲王, 康熙帝又为朔赛上嗜好约裕,视为承则裕亲王。 到了乾隆朝,更是被乾隆皇帝定为清朝开国铁帽子王。